都说处在爱情当中的女人,她们的情商比智商高 而且像这种女人在现如今生活当中很受男人的喜欢 因为和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男人的压力会变得很小 并且像这种女人在结婚之后,她们能够用最合理的方法 把婆媳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恰当 不让男人为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操一点心 而且和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不但能够让男人的心情变得舒畅 同时也能够让男人忘记很多的烦恼 每天都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以下正是一个情商高的女人所拥有的几大表现 一,懂得如何去跟自己的婆家人相处 我们都知道,婚后的婆媳关系最难相处 这也是每个女人最反感的一件事情 但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女人 你会发现在她结过婚之后 每天都能够和婆婆相处得像一对母女一样 并且她还会不断地去给自己的婆婆买一些小礼物 这样不仅能够让婆婆感觉到儿媳妇的孝心 同时也能够增进婆媳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所以像这种女人在婆家的地位也非常的明显 而且她在自己空闲的时间里 还会带着公共婆婆以及自己的小姑子一起出去游玩 同时也能够缓解一家人的经济压力负担 二,懂得如何掌管经济大权 都说男主外女主内 很多女人在结过婚之后就变成了家庭主妇 从而她也在家中掌管经济大权 这样就能够证明一个女人在婆家的重要地位 但像这种女人 她们一般都不会得到公共婆婆的喜欢 因为她们眼中只有钱 却没有爱情所在 但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女人 你会发现她在生活当中 非常知道如何去理性浪费 并且过着情节节约的生活 这样不仅能够减轻家里的负担 同时也能够受到公共婆婆的表扬 而且每次在她把老公工资上交到她手中的时候 她还会给自己的丈夫留一点零花钱 因为她觉得夫妻二人之间还是要互相信任 如果一个女人把男人管得太紧 这样不仅让男人离她更远 同时也导致夫妻二人之间感情变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顾大局识大体 像这种女人在现如今生活当中 真的是非常罕见 因为很多女人在结过婚之后 她们觉得在婆家只有自己说了算 并且每个人都要听从她的安排 这样才能够让她活得开心快乐 可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女人 你会发现她不管是在婆家 还是和老公参加户外活动 都知道如何去给男人留面子 并且总是会在朋友面前夸奖自己的老公 有多么的优秀 从来不会让老公在外面下不了台 像这种女人 她就知道如何去挽留一个男人的心 并且能够让那个男人踏踏实实的和自己相爱过一辈子 所以讲这种女人真的是寥寥无几 遇见了就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 四,知道如何去夸赞别人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女人 她们在结过婚之后 因为没有工作 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然后就会和村子里的女人坐在一起聊喜家常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而农村的妇女 她们的嘴特别的闸 并且喜欢去评价别人的家庭 但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女人 你会发现她绝对不会在别人背后说人家的坏话 因为她觉得别人家过得好与坏 与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并且她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去夸赞一个人 像这种女人她们非常的聪明 并且也很适合做一番的大事业 以上就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女人 所做出的几大表现 同时也劝告那些还未结过婚的女人们 一定要记住 当你和男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不能全部都指望那个男人 你一定要学会独立自主 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 这样才会让男人更加看重你 如果你一味地依靠那个男人 最终只会换来那个男人对你的冷嘲热讽 并且在他眼中 你连一个小动物都不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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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